12月20日 中共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 中共610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在接受调查 李东升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政法系统的亲信 而最近海外媒体盛传周永康已经被捕 外界认为 从中纪委没有回避李东升迫害法轮功的头衔来看 应该是要把对周永康的处置摆上台面 而真正的大老虎江泽民和罗干也呼之欲出 在新华社的通告中 李东升的第一头衔 是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 办公室主任 其次才是公安部党委副书记 副部长 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机构610办公室 先后担任小组组长的有李兰青 罗干 周永康 而610办公室历任主任有王茂林 刘京 李东升被调查前兼任610办公室主任 这是针对周永康去的 李东升的整个政治生涯 跟周永康的整个政治生涯都是跟报海法轮功在一起的 这些资料的只是公安部副部长 但是现在公布的身份的是和报海法轮功直接连在一起 处理周永康宣布之前先宣布了一些外围的 当年面临退休的前党魁江泽民把中共的七常委变成九常委 将当时的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塞进了政治局常委 还将已经培养好的搞石油出身的周永康 从四川省委书记转行升为公安部部长 江泽民又隔代指定周永康接替罗干的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位置 李东升担任央视副台长时 涉嫌进贡女主播贾小叶给周永康 周永康被怀疑设计车祸谋杀前期另取贾小叶 2000年李东升出任广电总局副局长 因为宣传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委案有功 2002年5月被升任宣传部副部长 2009年10月从未有过政法工作经历的李东升 突然调任公安部副部长 2011年2月起 李东升一直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和党委副书记 直到最近被调查 旅美时政专栏作家张天亮认为 就表示中共政法系统的震荡远未结束 周永康已经落网 等待宣布 李东升的落马很可能也代表着罗干遇到了大麻烦 从1997年起 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 利用手中大权命令公安系统在全国秘密调查 企图寻机取缔法轮功 在找不到罪证的情况下 1999年4月 罗干的亲戚合作修 在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发表攻击法轮功的文章 并动用防暴警察 殴打法轮功学员 抓捕45人 之后引发震惊中外的425法轮功中南海上访事件 在李东升落马后 百度解禁了李东升 刘京和罗干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部分信息 我希望它是暗示什么 比如对法轮功的真相 就是进行接触了中共 尤其是610对法轮功的污秘 对法轮功学员的陷害是比较残酷的 现在历史上最大最残酷的一个愿家出案 而最近大陆网站也开始爆出罗干家族的丑闻 网上流传罗干的侄子罗少宇 涉及贪腐和黑社会的消息 罗少宇被称为重庆第二副的黑老大 而罗少宇的家族财富迅速膨胀的时段 正好是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主政重庆时 薄熙来也是江泽民的追随者